在这所学校 不管男女都不用上课 不用学习 每天只需要打游戏 打赢了就可以晋升大学 光宗耀祖 原来未来世界 外星生物虫族进攻地球 地球防卫军打响了反抗战争 这场战争死了几千万人 最后指挥官撞向了虫族母船 与之同归于尽 才换来了战争的胜利 但为了提防虫族再次入侵地球 地球防卫军建立了国际舰队学校 来培养孩子们的游戏天赋 因为人类相信游戏天赋高的孩子 会用直觉做决定 果断无畏 是将来抵抗虫族的人类希望 安德就是一位被选中的孩子 他比其他孩子更加聪明和智慧 深受学校领导的重视 但一次跟同学比赛赢得胜利后 安德却被学校开除 原因竟然是被诬陷在比赛中作弊 于是他被取走了监视器 还被恶霸同学拉进厕所暴打一顿 当时瘦小的安德却一点都不怂 抡起标本就是哭吃一拳 再哭吃一拳 这把其他学生都看傻眼了 都不敢上前帮忙 父母得知安德被学校开除 对其深感失望 原来安德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也被学校开除了 哥哥因为太过于暴力和急躁 姐姐因为柔软和善良都不适合学习 只有安德综合了两人的特点 本以为安德会一步一步成为人类的指挥官 结果没想到被开除了 就当一家子沉浸在悲伤的氛围时 学校领导老白找上门来 质问安德明明已经打赢了同学 为什么不收手 还要继续对他拳打脚踢 安德回答说 只有彻底把他打趴下 打废 打怕 才能杜绝以后再来找自己的麻烦 因为我不想跟任何人起冲突 所以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安德的话震惊了老白 这就是他要找的人 于是和安德商量 希望他能去外太空的国际舰队 实战学习 于是安德就这样成功升学 第一次坐飞船 对老白漂浮在空中充满了好奇 从来没有学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连老白自己都想不到 于是他故意当着所有人的面 使劲夸张安德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果然刚到学校 安德就被同学们排挤 让他睡在最外面 第一次训练 是为了适应太空灵重力的环境 所有同学都被这种灵重力 搞得晕头转向 根本没有办法控制好方向 只有安德轻松地站在最高处 俯视所有人 小黑来到他面前 小黑是唯一不排斥安德的人 他和安德猜测 这次的训练内容会是什么 于是互相对着对方的脚发射 结果被击中的部位 立马僵硬住了 这让安德很兴奋 跳脚还对着自己的心脏开枪 结果全身都动弹不得 最后老白召回了所有新生 宣布了训练内容 果然和安德实验出来的一模一样 就这样 安德这些被地球选中的孩子们 开始在外太空 没日没夜的训练 格斗 兵法 凡是和战争有关的都要学 安德很是想念自己的家 同学们也很想念自己的家 但每次发出去的邮件 都得不到回应 他怀疑邮件被学校拦截了 于是当面质问老白 是不是拦截了他们的邮件 老白被这样质问 丢了面子 很是愤良的离去 于是教官惩罚了安德 看到安德替大家出面讨要说法 大家都很感激他 于是不再排挤安德 也越来越多的人 愿意和安德做朋友 这天晚上 安德进入魔力游戏 他的意识化成小老鼠开始闯关 面前有两个杯子 虽然NPC说 一杯是毒药 一杯是水 但无论安德怎么选择 都会死掉 于是安德干脆操控老鼠 钻进了NPC的鼻子里 小黑在一旁 看傻眼的 问安德为什么要这么做 遵守游戏规则 你就输了 选择暴力 你就赢了 这才是学校想看到的结果 安德猜的没错 他的做法确实得到了老白的欣赏 让他跟高年纪的学生一起训练 结果其实在老兵当中更加严重 队长老马非常气愤 学校给他安排一个洛基进队 因为他的战队从来都没有输过 他怕安德给他拖后腿 影响他升学到指挥学校 于是带着大家排挤安德 只有对你的唯一女队员 安理照顾着安德 老马不让安德跟他们一起训练 但安理却私底下给安德补课 第二天要跟其他战队打比赛 老马故意让安德站在门口 不得参赛 安德看着老马 他们一直处于下风 马上就要被打败了 他不顾老马的命令 进入到训练场 救下了安理 他告诉安理和他一起装死 冲进敌人的防线 从后面偷袭了敌人 一个人就把敌人灭队 这个被他装得淋漓精致 连对手都来赞扬安德 这把老马可气坏了 他可是队长 是他下令不准安德进入训练场的 结果安德却打他的脸 丢了面子 但是那又怎么样 他就是老白眼中的好苗子 还让他单独成立一支战队 学员全是从各个队伍 挑出来的刺头 安德却一点都不怂 新冠三人的第一件事 就是安排床位 新兵睡外面 老兵睡里面 这和以往的规则完全不同 安德知道 要想组建一支强大的队伍 就得打破传统 老白对他们的训练 也不会中规中矩 比如这天半夜 就突然拉响警报 要他这支新队伍 同时对抗两支老队伍 虽然所有人表示不理解 但安德却清楚 因为真正的战争 都是顺其万变的 他们必须做到以不变 因万变 于是轰轰烈烈的对抗赛 开始了 安德到了训练场 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安静的可怕 恐怕连诸葛亮 都不敢这么玩空城祭吧 安德派出两个队员 果然一进门 就看到敌方一个小队 埋伏在门口周围 还好被安妮全部击落 剩下的肯定全部躲在障碍屋后面 于是他用绳子 绑着一个队员冲了过去 虽然队员牺牲 但是却得知了对方部署位置 发现对方居然全军出击 没有人留守他们老巢 根据比赛规则 全部歼灭对方 或者闯入对方的老巢 就算获得胜利 于是安德安排所有队员 抱在一起 外面的人虽然重担 但却守护住了里面的人 老马他们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安德闯进了自己的大本营 安德这次用智慧取得了胜利 老马气炸了 跑到浴室跟安德干架 安德本不想惹事 但老马却一而再 再而三地咄咄逼人 于是安德一脚把老马踢倒 老马后老巢 转到地板上 成了植物人 这件事对安德的打击很大 他不想再战斗下去了 开始厌学 一蹶不振 宝白只能把安德的姐姐 带来劝说安德 果然安德还是听姐姐的话 姐姐的话句句犀腻 恰恰也击中了安德的软肋 于是安德克服恐惧 升学到了指挥学校 这里是你重担最近的训练基地 安德刚来这里 就遇到了当年 撞向重担母船的人类英雄 他不是死了吗 原来他没死 但是为了激励人类 所以宣布英雄阵亡 他现在是这里的教官 专门训练他的接班人 于是他带着安德 了解虫族的星球 虫族目前也是人口咒增 选英虫后有强大的防止能力 但是地表温度不适合居住 他们全部躲在地下 尽管如此 虫族强大了人口 支撑了他们军队的数量 所以虫族才会肆无激张的 在宇宙当中 到处扩展殖民地 虽然进攻地球失败了 但他们肯定不会放弃 还会卷土重来 所以安德开始模拟战争训练 他告诉安德 身后无数的战舰 都在保护中间最贵 也是最厉害的武器 小医生 他可以瞬间摧毁一座星球 一旦被敌人知道了这个东西 肯定会集中火力消灭他 所以安德只有一次发射的机会 这场战争只能赢不能输 安德下令前进 虫族立马就发现了他 展开了防御 安德先是派一个小队正面与之交火 然后派出另一个小队击碎兵石 从下面开始偷袭敌人 就这样 安德不是在指挥战争 就是在指挥战争的路上 没日没夜的战斗 让他们根本没有时间休息 所有人开始疲惫起来 终于这天一个小失利 让部队损失惨重 信心的是 小医生没事 如果小医生没了 那他们真的就没有希望打赢虫族了 于是最后的战争 拉响了 所有地球官员都在身后看着安德指挥 这一次 他的任务是进攻虫族母星 彻底打败虫族 并且许诺安德只要打赢这场 就可以让安德毕业 成为真正的指挥官 去前线指挥真正的战争 但安德哪里想得到 这一次他被骗了 这一次根本不是平时拉走模拟训练 而是真正的和虫族展开战争 安德看到虫族并没有进攻的打算 但是他想打赢这场战争 于是指挥舰队开始进攻 派出先锋小队试探对方的火力 但虫族却以绝对数量优势 歼灭了先锋小队 但这正是安德想要的 等虫族靠近的再开火 这样可以集中火力 让安德一点也不欢 而是命令所有舰队包围小医生 不管一切地冲向了虫族星球 他才不在乎这些战舰的死活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将小医生靠近虫族母星 直接摧毁整个星球 所有人都目睹了这样自杀式的行为 心都提到伞子一眼了 因为他们只有这一次的机会 人类只有这一次的机会 真的输不起 但他们现在只能选择相信安德 这个开了挂的孩子 小孩操控剩余的战舰 被安妮清除一条极小的道理 当作对于安妮来说 总够了 仅仅一秒的时间 安妮没有丝毫犹豫 按下了小医生的发射开关 虫族的母星被摧毁了 他们生意了 当身后的指挥官 各个面色凝重 议论纷纷 告诉了安德 这一切都不是演习 而是真的 虫族被彻底消灭了 人类胜利了 这把安德吓傻眼了 自己操控的这些战舰 都是真人在驾驶 自己刚刚自杀式的行为 不知道牺牲了多少人 更重要的是 自己居然灭了一个种族 我的天 自己居然消灭了一个星球上 所有的生命啊 安德接受不了 大骂老白是个骗子 情绪有些不受控制 老白只能给他注射了镇定剂 安德做了一个梦 梦到了虫族的女王 他在向自己求救 于是安德 来到虫族星球 找到了女王 女王看到这个 灭掉自己族群的人 本想杀了他 但却没有下手 而是温柔的抚摸着安德的脸庞 因为安德 留下的是忏悔的眼泪 女王告诉安德 自己快死了 希望安德 能保护好他快出生的孩子 安德用生命做了保证 一定会替他的孩子 找到一个合适的星球 得到安德坚定的保证 女王终于放下心来 随后 安德带着虫族最后的种子 踏上了星际旅游的道路 他的一生 都将会为此 一直感到忏悔 电影到此结束